好的 那么这一课我们来学一下这种 盲容图案的一个线条 那么它这的话有点像这个 毛线1对吧 然后呢在它上面去做些这个图案 那么这种东西 这个图案它怎么去做呢 这边的话我们 去把这个图案呢 先放到旁边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去给它做一个 首先呢先选择这个图案工具 我们在这边的话去 画一个图圆 先画一个小图圆 好 画完图圆之后 这个颜色我们给它改一下 改为这种红色 这个红色 画一组深色的红色 好 这个图案我们画过之后 选择啊 选择这里面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里面一个变形 效果变形 里面再选择一个旗形 OK 这个旗形呢 我们不需要太多啊 稍微的给它这样一种感觉就可以了 这个图圆我们再给它画的长一点 好 大概这种感觉啊 这个不太行啊 我们换一换一种方式画啊 我们画横的 好 画一个横的 然后呢选择这个效果 变形里面的这个旗形 OK 对吧 稍微的给它 这样去变换一下 这个变换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感觉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次去给它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给它扩展一下 去扩展一下 因为它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边缘还是空的 所以说我们扩展一下 扩展 好 OK 然后呢 再去给它复制一个 缩小一下 好 中间的话 我们去给它 改为一个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去给它对齐 OK 对吧 这是 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去画一个这个线条 画个直线 选择这个直线工具 OK 这里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 好 选择这个深色 然后呢 把它这个填窗描边互换 好 这块我们给它去拉长一点 然后呢 再去复制两个 好 把 我们把这个最上面这个 这两个 我们给它缩短一点点 好 整体去给它拉长 然后呢 选 在这里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 这样的一个线条 就是它中间宽 两头窄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再给它拉长一点点 然后呢 再去给它缩下一个 拉近一点 好 OK 去给它调整一下 好 咱们呢 去给它打个组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给它放到 这里不行啊 这里呢 我们还要 也是要同样的效果 给它做成这种旗形 选择效果 然后呢 这里面一个变形 选择这个旗形 OK 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 放到这个当中 当作这样的一种 这个 一种这个装饰 好 OK 对吧 大概这种感觉啊 让这个细节 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呢 全部选择去给它扩张关 然后呢 对齐一下 比较好 OK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给它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把它打一个组 Ctrl键 加上G 打个组 然后呢 我们给它去旋转一下 OK 旋转 适度的旋转角度 再大一点啊 好 选择右键 给它去对称一下 OK 好 那么这是我们给它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基础图形 基础图形 给它缩小之后 打个组 好 然后呢 看一下啊 看一下咱们这个摆面 大概是多大比例合适 看一下啊 好 大概这个样子吧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好 放到这个角落 然后再按出out键啊 我们去给它复制过来 正好贴齐啊 注意啊 正好贴齐 然后Ctrl加D 我们直接重复的复制 把这个版面都复制上 好 同样的方式 我们全部选中 打个组 然后呢 按住out键 我们右边过来 那么这边的话 可以适当的去给它留一点空隙啊 留一点空隙 然后同样的Ctrl加D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给它做的第一个版本啊 第一个方式 就是让它整体的话 选择比较的深一点的颜色啊 好 OK 这个颜色是比较浅的 我们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好 OK 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做完了 那么按照同样的方式 我们这边呢 去给它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颜色啊 对吧 深的作为背景 然后浅的作为我们的那个字体 那么这个做好之后 然后我们干嘛呢 哎 我们就去把这个文字给它打上去 好 那么这个 由于太多了的话 那我其实呢 不需要这么多东西啊 我只需要 一部分就可以了 好 多余的部分呢 我们就给它直接删掉啊 比如说 我只需要上面这个部分 好 全部打 打个组 然后呢 我们Ctrl加 选择这个文字工具 选择这个文字 选择什么 就是牛 牛年 大 鸡 OK 我们将这个文字 给它去放大一些 好 给它置于顶层啊 那么这个文字的话 我们这里呢 选择一个比较粗的 一般是选择这个 焊仪力量黑减啊 这个力量没有 这个字体 选择一个比较粗的黑体啊 看有没有别的这个黑体 镜黑应该选择一个啊 我这个电脑啊 这个字啊 镜黑吧 选择这个镜黑啊 好 然后呢 给它肯定这家性质件 加上欧件 我们给它创建轮廓 好 然后呢 给它置于顶层啊 这里给它去进行一个对齐 好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做完之后啊 这里呢 就需要去干嘛呢 Ctrl加C Ctrl加F 我们需要做四次啊 我们把这个背景复制三份 Ctrl加C Ctrl加F Ctrl加C Ctrl加F Ctrl加F啊 一次 Ctrl加C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哎呦 有点卡 好 这东西有点多啊 就是说我们这呢 会有点卡 然后这里我们右键取消编组 好 这里我们是拆开的 选择它 然后再选择下面的 Ctrl加7 创建一个 简单板板 选择它 再选择背景 Ctrl加7 创建的原板 选择它 选择背景 Ctrl加7 选择它 选择背景 Ctrl加7 对吧 那这里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文字啊 通过这种形式给它做好了 做好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背景当中 哎 那么是不是做完了呢 对吧 同样的方式 我们再去啊 把这个背景的话去做一下 然后呢 以及像这个牛的图形去做一下 那么这个效果它就做好了啊 当然你可以去用更多的方式啊 换换不同的图形 换不同的文字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几个所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小细的案例 应该来说也不是很难啊 关键的点呢 就是在于我们这个 小的图形的一个制作 那么其实这里我们 这种小的图形 你做完 你可以换换别的啊 对吧 比如说 换圆圈啊 或者说换星星啊 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不一定 用这种形式来做 对不对 咱们一定要明白 咱们这个思路啊 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思路 而不是说我们实际上面 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那么我们本集课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 咱们下集课再到这里